发了冲突 最新的状况我们连线记者丸琦告诉我们 马总统签署人权公约场外 却有相当多的抗议人士来到现场 包括台北市议员以及司改会的成员都来到现场 他们认为呢 马总统最近透过立法院通过了戒严式的极有法 以及呢要来废除景美人权园区等等的做法 都是践踏人权的做法 那么既然马政府践踏人权又有什么资格来签署人权公约呢 因此呢他们是来到现场抗议 不过呢却和警方发生的激烈的肢体冲突 来看一下稍早这段画面 为什么我不能 我要去 台大鱼我为什么不走 快点过来 他才是一般学生而已 不要不要 我要帮你抗我们的学生在这里 我没有标语也不能走 我没有标语也不能走 你咱们不能走在路上吗 我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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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起来 走啦 手拿起来 倒前线 手拿起来 倒前线到上面脚跑 来围方来围方 指令人抗平 向走 dropped 拉起来 你要站动 到底在北边 Epra 抱平 抱平 apart 你招过那边卡 你到什么 要掃 台北市 台北市 不要抓了 他在怎麼樣 請你馬上去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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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抓著 不要抓著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抓著 我跟中間 好 後面上你可以看到包括台北市議員以及司改會的成員都來到台北賓館的外面來抗議不過卻和警方發生激烈的衝突不過他們要藉此凸顯總統竟然仍在台北賓館裡面簽署人權公約那麼又為何在場外利用層層的警力來包圍群眾不把道路還給人民他們覺得這是兩面手法也諷刺馬總統根本就是右手簽約左手卻自己來毀掉這個人權公約 以上是在現場的軍情形盡頭先交還給彭內主國 好非常謝謝安琪帶我們來關心目前的最新狀況 另外關於民進黨在總統就職週年前行